那就是我把所有神通融会贯通的契机 哇 发生了什么 这家伙很强 你们快走 什么 找死 这家伙有地线默契 比那鹰刀太强了 有点邪闻啊 你给我加点小烟 喜欢打是吧 来啊 继续啊 你们竟敢打扰我的沉眠 干扰我的蛻变 愚蠢的人类 哼 三挪异象 啊 人类 你找死 这家伙不对劲啊 薛涵 赶抓紧时间干着他 刚才他说蜕变 难不成 果然 敢跟天地动干气的绝赖神雄 死后神区竟被一颗魔术利用 该死 我帮你斩杀他 趁他还没推辨完呢 让他后悔来到他死了 那就用这一招 以现在的修备实力 应该能够用出来了 森罗九旋 异象诛仙 一剑洞山河 万剑突神鬼 诛仙万剑 出 徐翰 一定要没事 徐翰究竟强到了什么地步 不愧是老大 徐翰 我下去 你 你怎么会那么强 你究竟是不是人类 哼 这是我 人类 人类 你在逼我自暴 就是死 我也要拉你同归于尽 哼 这样还能让你自暴 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天罗帝王 冲 什么 怎么会 啊 莫非 混沌天章要升级了 吸收了 吸收了 大神 你最后一辈的力量 你最后一流下的力量 已与混沌天章融合 相当于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从今以后就让我陪你征战天下吧 战 战 战 只有你 只有你 徐晗 想不到 居然可以遇到你这样有趣的小子 年轻人 年轻人 你很好 未来本尊会一直看着你 看着你走向征战天下 霸着恒蓝的道路 本尊的意志中尚存一丝危难 未来若遇到生死危机 本尊自会出手相助 但是年轻人 本尊只能出手一次 但这一次的力量 就算是天仙也复首可灭 小子 去拼 去闯 更大的世界 在前方等着你 星天大神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必将 走向一条无人能敌的道路 徐晗 徐晗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对不起 乐儿 让你担心了 你们小粮口在这干啥呢 在这个儿子还给我撒狗粮啊 我只吃猫粮啊 太感动了 我也想找个媳妇 小花师妹 我好想你啊 我好想抱你 唉 又被强性栽勾粮了 徐晗 那个 乐儿刚才 主动亲了我 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嫂子亲了徐老大呀 小师妹 花顿时不香啦 你们两个 真的很过分 乐儿 我准备前往昆仑区其他地方看看 但是那里太危险 我未必能够护你们周全 老大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尽管去好了 我们就带着第一层历练 等你回来 乐儿 我帮不了你太多 但是你要小心 我等你回来 乐儿 谢谢你 徐晗 我们在这里等你回来 徐兄 小心 嗯 徐晗 一定要安全回来 这就是昆仑虚第二层了 果然比第一层环境更加危险 嗯 这气息这么熟呢 难道是 开明 开明兽 与陆无和英昭一样 昆仑山护山神兽之一 嗯 嗯 嗯 底线中旗 和英昭实力相仿 不好 诸仙四剑 射 小心啊 这是看见虎尔时候最强大的神通 仙仁义 好 区区地心中气的掌力 你 就想伤我 你能够够阁 现在 轮到我了 你 枣子 啊 老伙计 安息吧 第二层的宝物啊 就在那三点上呢 我们走吧 嗯 这次开明的法则精粹 混沌天章最近竟是越发着动了起来 莫非 要有什么大的变化 居然是浩腾最强珍宝之一的五星环 在三五时期那老有名的 也不知道斩杀了多少三五大能 就是诸神都不敢硬钢 原来这便是五星环 前世有一位天尊得到过此环 凭借此环 那位天尊可是杀出了赫赫兄弟 甚至有意图杀了数位同级别的强者 让得同级别强者 无人再敢轻易招生 仅仅第二层便得到了五星环 真不知道后面 能否得到一件仙宝 仙宝哪是你想得就能得着的 哼 也是 不过也说不定啊 要是那几样东西还在的话 那必然是仙宝 哪几样 分别是王母的金色权杖 天地的神圆 以及天地的神玺 那快走吧 接下来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扫大 哎呀 变怒了 变怒了 我们要努力找到他们 这个是什么 練换了 脚脚脚不 这傻是什么 我们要逃脚的 这傻是什么 我们就买来 我 我们要逃脚呢 我 要逃脚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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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都打到第七层了 得到的也不过是珍宝罢了 诶 诶 就让我看看 吸收如此多的珍宝 我的鸿蒙战斧 能够进化到怎样的程度 诶 什么 提升程度 竟然也只是与五星环不相胜下 既然这样 嗯 鸿蒙战斧 竟然无法吸收大神的武器 难道是鸿蒙战斧的品质还不够 算了 幸迹吃不了热豆腐 走吧 一鼓作气 通关昆仑虚 等等我 来 众多神兽和魔术的尸体 曾经多么的辉煌 现在是自有凄凉 嗯 这是 死动魂 此处简直是地狱一般 底线后期 不愧是昆仑虚第八则 随随便便的一只怪 便已是地线后期 只可惜 对我已毫无威胁 啊 鬼车 鬼车 九头鸟 前世好像有人在昆仑虚 跟着九头鸟 寻到了一出大造化 但是那人行踪太过神秘 所以从未有人知道 他得到的究竟是怎样的机缘 跟上 你知道鬼车要去哪里啊 小子 为何我总感觉 你似乎有一种未卜先知的本事呢 当年这摇池 如今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鬼车就落在里面 走 薛涵 这里不顾危机 不要冲太快 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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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还在这儿呢 这就是神话传说中的摇池 嗯 九阶仙品神莲 那神莲有什么用处 对你没啥用 我依那娃子所学乃是修仙体系吧 嗯 这株神莲可以让她拥有修仙体系最顶级的天赋 能够帮助洛儿 看来这东西便是前夕记忆中 那人所得到的大机缘 既然如此 这神莲我要定了 畜生 神莲是我将洛儿的 不过地线后期 比那鬼王也只强得有限 有了这神莲 洛儿的修炼之路 定然更加通畅 徐晗 这摇池之水可以极大程度提升你的诱身 不要浪费了 知道 这摇池之水果然你不虚传 现在我的地下神区 如果仅仅从印度来看 已经堪比前世天罡法身了 大胆 杀我灵兽 抢我神莲 盗我鲜水 该死 蛇 蛇 小心啊 这摇池的守护者爬子要出来了 守护者 挺厉害 是西王母 西王母 那又如何 想要我死 凭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虚蛆蚁 竟敢挑衅本宫威严 凭你死 不愧是西王母 所持针蚝卓是厉害 举仙齐 哼 给我破 滚 哼哼哼 仅凭你地线巅峰的修为 根本破不了我的地下神区 该我呢 滴陷仙走 蛤 又得两剑顶级珍宝 小子 你刚刚这是什么步法 我怎么从没见过呢 逆仙步 一步一重天 九步可逆仙 嗯 这是 陆武 我们去看看 魔力汇聚之地 这是魔力神池啊 这便是魔力神池 太好了 据说此神池 可以极大程度地提升武器的品阶 如此磅礴的魔力 小子 你不会思想 没错 如此风云的魔力 足以让我手中 所有的珍宝品阶 大幅度提升 然后 再让鸿蒙战斧 将其技术吸收 如此一来 鸿蒙战斧 必定可以一举突破 成就仙宝 甚至 成就高界仙宝 何出图 落出书 天机 四项 八卦 左旋 星斗七巨 好小子 你这家兵器 可远远不止 初阶仙宝的成物 这玩意儿 至少是个高级 甚至还能提升 好斧头 让我看看 还有什么变化 七 这竟然还可以 随意画画形态 可怕 很好 这就是我想要的 完美武器 既然这魔力神石的水 还不少 那就刚好用来灌溉 九旋庙末术 难道说 混沌天章也要升级了 这 难道他们要融合 你小子到底是干嘛呀 咋有闹了些好东西呢 九旋庙术术和混沌天章 融为一体 这是前世的我想 都不敢想的事 至于这崭新的宝贝 就叫九旋天章吧 走吧 去看看昆仑戌的最后一层 无尽辉煌的伟大身体 最终也只是沦为了一片 血与谷的神魔埋谷地 我们走吧 一鼓作气 搞定这 这是天地神堂 不错 接下来你要面对的淫 便是 便是那个 统于诸天万界 号令三界六道的无上天地 这就是天地 他 他竟然在流泪 啊 天地血泪 这是 这是 诸天凋零之时 巫侯 血寒 快远离他 死了 哼 哼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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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啊 又是谁 魔龙 这 就这 你这兵器倒是有些意思居然能砍断我的手臂 那这一招又如何 鸿蒙战斧 失了兵器 我看你还有何手段 你真以为我的手段 仅仅是鸿蒙战斧吗 既然没了战斧 那就用你的力量来锻炼我的诸天圣体诀 区区人类 竟敢用我的力量来催泪肉身 真是不止死活 一百层 一百一十五层 一百二十层 一百三十层 突破 远鹰齐成了 同样的招式对我用第二次可没用 什么 可恶 你找死 可恶 打架的本事不行 挖坑的能力倒是不错 无疑 也敢嘲笑奔定 不兴永迹 这一招 乃是我们一生所需凝裂而成 一个出入猿鹰的小蚂蚁 我看你如何抵抗 诸仙四箭 给我破 我 去死 本地是不灭的 如此虚弱的你也想不灭 哼 那就送你上路 来 南明丽虎 你 你居然掌握了南明丽虎 不过 这还不够 中水前流 你毁要我心 若水 怎么可能 若水 果然很弱 你找死 你找死 这终究只是本地的一部分力量 我会复仇的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 求死不能 我等着你 西方摩帝 要是再次回来 必将掀起一场星风雪雨 我们要早点做准备 所以 还是得要不断地变强才行 嗯 恭喜你们 成功通过了我的考验 考验 不错 这是为了找一个满意的继承人 天地 你还活着呢 陆五 许久不见了 你还活着 真好啊 只是我 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能够治疗好你身上的暗伤 能让你恢复修为 我谢天地 小友 你很出色 我很看好你 以后 靠你了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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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果然出色 居然那麼快就與我的天地印記融合為一體 多謝天地 有了這枚天地印記的融合 未來突破為諸天大地 也只是時間問題 嗯 看來我的法則之力很適合 小友 接替我好好守護這裡 天地 放心吧 天地 你未曾守護他 由我來替你守護他 我們走吧 瞅瞅這寶殿裡邊 還剩下多少東西 那麼多兵器 居然只有幾件珍寶 一件失落了 看來是毀壞在了那場戰爭之中 我記得這跟前有一棵紫金神棗樹 那絕對是一等一的神品 我帶你過去 我好像在哪裡聽到過這個名字 這就是紫金神棗樹 哦 這就是你剛才所說的紫金神棗樹 經歷千年 無人摘取 神樹已經結滿了這麼多神棗了 嘿嘿 那我可就不客氣了 對了 這顆給你 嗯 真得勁 可算沒虧待你貓也 徐涵 你咋不吃 看起來這果子沒什麼問題 傻貓竟然吹的 那我應該沒什麼問題 嘿嘿 他吃下去了 他吃下去了 好精純的力量 不愧是神棗 讓我精神感知增加不少 等等 這是 我 你居然坑我 嗯嗯 這神棗確實很有效果 不過呢 就有點小副作用罷了 誰受呢 極小概率可能會多長幾個腦瓜子 或者手腳 要如何解決 你要敢說我這輩子都要頂著三個頭 我立馬鈍了你 這只是神棗的力量還沒練化呢 徹底練化便會自然恢復 很好 很好 如果沒有恢復 我 啊 好強的一股神性力量 看來 得去探查一番了 我們走 不見神力都聚在一塊兒了 這神力原池啊 沒想到運氣這麼好 神力原池 真是天助我也 我要用這神力原池 加速消化神藻之力 便讓我所有的技能 融合為一 不愧是神力原池 不僅解決了兩顆獸頭的麻煩 還進一步增強了我的肉身 老陸 接下來你幫我護法 老 老陸 難不成還是叫你大貓 老陸就老陸吧 大貓那也太難聽了 天地玄荒 宇宙洪荒 主神之力 現 開始吧 合出圖 落出書 天急 四象 八卦 左旋 星斗齊聚 學寒這活還真會給我走活的 如果在那 再前進一步 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這 我看起來有這麼可怕嗎 難道 天經地經 日月之經 天地合其經 日月合其名 神鬼合其行 你心合我心 我心合你心 千心萬心萬萬心 亦合我心 去 去 這小子也太可怕了 恐怕天天附生 都未必能夠有他這手段 都已經不知道殺了多少個怪物了 怎麼回事 不會那麼倒楣 又有什麼大鴿子出現吧 這 好恐怖的震盪 我這年輕一代第一人的美玉 在這昆仑虛 可真是丟盡了顏面 徐晗 你一定要沒事 放心吧嫂子 老大肯定不會有事的 嗯嗯 嗯 這小子完成了 這小子 似乎讓你更加看不清魔頭了 成功了 所有的神通全部融為一體 威力更強數倍不止 小子 你可是將所有神力原刺耗盡了 感覺咋樣啊 所有技能完美歸一 而且比之前更加強大 怪不得天地如此看重你 走吧 是時候回去找洛爾他們了 嗯 走 奇怪 在這第七層居然一個怪物也沒有 上來的時候可是費了好一番功夫 確實有些苦怪 先前就有幾頭怪物突然轉黑走 像是受到了什麼刺激似的 罷了 多想無用 我們還是去下一層吧 連下五層 怎麼意圖怪物也不在了 就算是都死絕了 也應該留下點什麼 難道是 其實昆仑虛之劫已經提前了 不 昆仑虛之劫 我絕不允許再次發聲 為了洛爾 此次昆仑虛解難 我必須從開始就將其扼殺在此地 走 我們去第一層 將怪物全部消滅 沙文兒 你的意思 昆仑虛中的神魔妖怪都往第一層去了 昆仑虛 昆仑虛最頂上集團的怪物似乎抖下來了 嗯 肯定是有什麼人或者什麼東西引發了這一切 難不曾是西方魔妖搞的鬼 嘿嘿嘿嘿嘿嘿 哈哈哈 不清楚是不是 現在得趕緊和洛爾他們先會合 我實在是有些擔心他們 嗯 洛爾 你們千萬不要出事啊 這裡發生了什麼 洛爾他們沒有在這裡 該死 肯定是出什麼事了 沒辦法了 神石外放 不在 還是不在 找到了 洛爾 等著我 哈哈 再來再來 烏龜殼 你等著 滾 不好 啊 老大耗子的遊戲還結束了 嗯 好強的氣息 他這是要幹嘛 讓你們見識一下我真正的實力 啊 不好 這是領域 我們得速戰速決 否則時間越拖到後面 越對我們不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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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 承認之際已過 仙徒已經這麼著了嗎 呀 啊 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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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 和爺 別傻愣著了 快攻擊 嗯 極進眼天 黃道諸神 这 这就是领域 速度也太快了吧 可恶 拼了 既然物理攻击不行 那你尝尝这招吧 这怎么可能 一群渣渣 要不是魔主大人吩咐 尔灯也陪我出手 罢了 都在我的最强遗迹下 灰飞烟灭吧 这是什么 你在找死 这是 来着何人 我不知你是怎么知道此地的 但你对我的人出手了 那你就自己挑选死法吧 灰火的外星人 徐寒 又是领域 去 炎魔的领域消失了 洛儿 其他人呢 方才那炎魔太过强大 我们只能边打边退引开它 让其他人趁机离开了昆仑须 洛儿 让你受苦了 对了 这株九节仙品神莲非常适合你 所以让你拥有仙法体系最顶级的天赋 修炼事半功倍 徐寒 谢谢你 你我谁分谁 抓紧时间练画吧 嗯 不错 接下来 凉坎坎 别装死了 过来 老 老大 老大 你个真耐神人 炎魔那次都没看出我的炸死树 大猪 你有那身乌龟甲 我担心谁也不会担心你呀 拿去和五江龙奥添三十分了 对了 只吃半棵即可 剩下的回去之后 每日服下半颗 老大 我就知道老大心疼我 好了好了 快去把龙奥添他们救醒吧 是 老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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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魔兽朝拜之意 看样子 似乎诞生了不得了的东西 昆仑须的这些凶兽 恐怕也是因此 才全部来到了第一层 我去看看 你们在这儿等我 同来 河道花开 风影散 灵气复苏中期的开始 就是与河道花的绽放有些关系 原来七层风影之中的第二层风影 就在这里 老龙 我们杀过去 好 我说呀 想要突破封印 你们这群怪物 是不是太天真了 醉猪王家 我很不对劲 似乎已经无法感受恐惧 也好 那就全清了 诸仙见阵 杀 这些绑架石 终于全部干掉了 接下来就该正主了 若风影解开 灵气复苏中期提前到来 昆仑勋以及其他秘境的所有声说面试 原来必然因为来不及防备而遭受灭顶之灾 这河道花 我绝不会让它绽放 你们是 难怪河道花有异动 原来是清北学院的虫子找上来了 小心一些 我主大人明明说过 凭借这些学生的行为 根本不可能来到第二层 更迭提议穿越雄手包围 靠近河道花 误打误撞罢了 可我将其木火丢便是 鬼鬼受死吧 寇仙 又是你们搞得鬼 不见了 给我消失 什么 狗鬼的武器 可惜 可惜 你以为这样就能伤到我吗 这家伙 居然不是人类 原来普通攻击是伤不到他们的本源 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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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 消失吧 好強的攻擊 大家小心 情報有物 一起上 不知死活 魔忠大人的計劃 只能被你破壞 何道化的戰法 絕不能被打擾 魔忠大人 請自我你的力量 怎麼可能 魔忠大人的期望 魔忠大人的期望 怎会有错 你到底是什么人 前世的你们确实成功了 可这一世 我会将你们的阴谋 一个个粉碎 死 魔主 你们等着 我徐晗迟早会将你们一举覆灭 这次可不会再有人来捣乱了 天罡六合阵 抵抗 你挡得住吗 成了 终于结束了 洛尔 你们怎么过来了 我们有些不放心 所以来看看 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别担心 我都解决了 至于具体的情况 等我回去后 再慢慢说与你听 除外 这里的事已经解决 我们回去吧 灵气复苏中期即将到来 得尽快找院长商量才行 灵气复苏 如果是这样 确实得尽快告诉老师他们才行 快看 有人出来了 队长 你们回来了 怎么样 大家都没事吧 终于晨 我好没用 他们都死了 是我没有保护好他 我们属在混合的路上 意外发现了他 扒了 你们没事就好 终于晗 你果然没事 此次昆仑学之行 我不如你 将 忽然 他也得到了机缘 小玉 我们离开吧 香兄 就此比过 我们也走吧 嗯 徐兄 后会有期 崩盘破碎了 可恶 解开封印的计划 居然也被破坏掉了 居然敢策乱我们的计划 被杀 怎么 失败了 是他 你知道此人 不会那家伙 死在了这小子手里 还有白云的一道分身 看来这小子是要与我们十二魔主为敌 积早将之剪除才行 哼 那就联手 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徐哥 院长让你去一趟办公室 听说要汇报一下历练的事情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去 哦 孩子你小啊懂字 真香 徐哥 我刚才来这里的路上 看到江天一那家伙 在找嫂子聊什么 好像还给了嫂子一样东西 徐哥 你可得多注意注意 江天一找洛儿 会有什么事 被财士 洛儿 你怎么在这儿 徐晗 我刚去你屋子找你 可是你不在 听人说你来院长这里了 便到这里等你 徐晗 这是 这 这莫非是 江天一给洛儿的情书 徐兄 若想知道关于自己母亲的消息 几日后可来我江家一趟 江天一流 江家 前世我无从得知自己的身世 这一事我定要弄个明白 这就是江家 排场倒是不小 这几日连夜赶路 也不知道这江家的客房 舒不舒服 站住 小子 这里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 是江天一叫我来的 天一少爷叫你来的 看你这穷酸样 天一少爷怎么会与你相识 还专门请你来江家 你也不照照镜子 自己是个什么样 少爷的朋友 哪一个不是坐豪华跑车来的 小子 想和我们江家旁关系 告诉你 没门 瞧瞧那边 一看到那个人没 就是和你拥有一样想法的人 就在刚刚被我们狠揍了一顿 小子 不想挨打 就快点滚 这样吧 我给二位一个大宝贝 然后二位便放我进去 让我见识见识江家有多么的好胜 到时 我也可以在朋友面前显摆显摆 还是你一小的四肢同事 快拿出来 就凭你们 也想拦我 续晗 好啊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来闯 今日 我便要抱当初花季之仇 我当是谁 原来是你这废物 找死 这家伙 去哪儿了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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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不见 你这家伙倒变得更耐打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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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话 真是不长进行 上次是你哥替你挡了这一击 这次就没这么好运了 乖乖战好了 走 又来 出什么事了 废物 终究是废物 给老夫站住 哪里来的萧小竟敢在我江家撒野 给我拿下他 三才无极 天地会员 中天杀阵 停 又玩这招 破路 好一个江家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 客人 在我江家动手 拿我江家弟子 你也好称自己是客人 我江家哪个蠢货弟子 会请你这样的客人 天一 你来干什么 我说是我请他来的 你让洛尔交给我的那封信 究竟是什么意思 字面的意思 你说知道我母亲的下落 这么说 我母亲在这儿 就在这江家 我胡记得小时候 我也和其他孩子一样 有父母陪伴在身边 只是后来 父母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离开了我 将我拜托给了邻居照顾 最后邻居 不得不将我送到了孤儿园 唉 你母亲 也就是我姑姑 她确实在这里 不过 现在并不怎么好 都是你 要不是你 二姑怎么会被家族囚禁 不见天日 大哥的无敌之路 又怎会横生直起 你就是个灾星 该死 不 你就不该被生下来 我父亲也在这里 你父亲的下落 我也不清楚 只有你母亲在这儿 二姑现在的处境 似乎也与你父亲有关 徐兄 马上就到了 就是这儿了 这果血浓于水的感觉 她 她是 她就是我二姑 也就是你母亲 二姑她 快撑不住了 这些年 她一直被困在这里 遭受着折磨 已经很虚弱了 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姑曾经天赋绝佳 在各地游离 只是后来 与你父亲相识 二人倾图一合 更是生下了你 这一剧痛 惹怒了爷爷 最终 你母亲 还是被爷爷抓了回来 自被关在这里 二姑每天都要受雷霆刺骨之刑 小时候 二姑对我很好 若为我事成偷偷过来 属于心灵的保佑 也许二姑 早已活不到现在 谢谢你 唉 小时候 我闯什么祸 都是二姑第一时间站出来帮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 以前修为大成后 我也曾搜寻过父母消息 只是并未有收获 再回到孤儿院时 那里已成一片废墟 原来 这个时候 母亲已经不行了 以前已经错过 充满遗憾 这一世 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守护他们 也许得多亏自己这一世 人比以前强得多 引起了江天一的注意 不然 也很难能够找得到默契 我要带他走 我不会拦你 不过 你必须得清楚 带走二姑后的后果 江家狂风暴雨伴着报复 江家想做什么 尽管来 我扛着 不愧是江家 不过 就凭这 想阻止我 还不信 这么大的动静 必然会迎来很多人 我还是先灵魏妙 二姑 我能为你做的 也就这些了 发生什么了 帝阵吗 该不会 又是天衣带来的 那小子所为 很不妙 若是来晚一步 就见不到了 勉强能报无欲 江家 却一切 我们得好好清算清算 小子 放下他 找死 我 十五五金刚 呜 呜 呜 你 这是 余涵 这是要做什么 我要把他带走 这是江家 你闯我江家 拿上我江家子弟 还要带走我江家的人 不可能 不行也得行 放死 这 你是杜元殿命也好 妈 等我一会儿 当我者 死 八级先兵 连我上 无知的 恐怕并不是我 通过 就凭你也想伤我 这小子明明只是元英雄伟 却可以爆发出底纤为能 八方神迹 天灵 竟然引动天仙虚影 这江玉色有些强 哼 可我 也不弱 乖 乖乖 快快束手就擎吧 余涵 来得好 让我试试天地所传的新神通 天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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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这虚影似乎也是仙人 但似乎又不对 既然如此 只能用内招了 八方先途 来 对 以防真实的空间 真实的世界 走 这里是 画中世界 小子 你的确有些神通手段 是我低估了你 但是 也仅限于此 可 模仿真实的大天地 容炼天地为义鲁 果然是好手段 不过 想要容炼我 恐怕得让你失望了 星天大神 请助我一臂之力 别力 许晗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过于猖狂了 面对天仙之力 你终究不够看 这是 怎 怎么可能 你 究竟是什么咬你 别说一尊残缺的先 真正天仙下凡 我也照杀不悟 你 院长和江玉瑟关系不错 得给他个面子 哼 哼 还是得赶紧带回去治疗才行 过来 过来了 我们要不要拦住他 你没看到就连江玉瑟都拦不住他吗 你不要命了 尔黎瑟 你来 又要把我二姐带到哪儿去 二姐 你也配称他为几天 这小子 果然得到了天帝的传承 嗯 他许罕有天帝传承 我也一样得到了天帝剑剑灵 他并不仅仅得到了天帝传承 还得到了邢天大神的入身精华 这样才好 只有他足够强大 才能保护二国 才能面对江家疯狂的报复 父亲 我不是说过 没极其重要的事 不要打扰我闭关 父亲 二 二姐他被人带走了 这个人是谁 孤儿院的那个人 有些不对 谁在那边 出来吧 何必躲躲藏藏的 我闭关你 你跟了多久 有什么目的 我 让你背上的那个人 找死 好快的速度 我在你身后 什么 先把斩 把他 还给我 我 有本事 自己夺回去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放开我母亲 我也再说一次 想要你母亲 自己来夺回去 找死 找死 你 你 你给我了 你 你 你 够了 什么 还有这些分身 这就是你们全部实力吗 这家伙是谁 现阶段就这么强 怎么前世一点消息都没有 可恶 同样的招数 不管几次都是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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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够 这是 这 什么 好 可恶 可恶 如果你的实力只是这样 没法从我手中抢走她 可恶 我从小就住在孤儿院的我 拼命寻找母亲的我 难道这一时 也要失败了吗 这样才对 你越在乎 越想得到 便越会去做 看来它对你很重要 想要回它 不是不可以 不过 我需要你去替我办一件事 这家伙 究竟搞什么名的 你说 你如果能够帮我找到它 然后给到我 便将它还给你 急火神域 传闻 这是一件修炼火道的神庙宝贝 浅世 都是从某位天尊那里见到过 难道他也要寻他修炼火道 我知道你还有底牌 可你要清楚 纵然你用出底牌 也未必能杀死我 而我 却一定能够带着你母亲里去 所以你只有一条路 答应我的要求 我可以帮你找到它 在我帮你找它的期间 你必须照顾好它 你必须立下天道誓言 否则 我就算拼上性命 哪怕与你同归于尽 也不会让你离开 我以天道力士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伤害它一丝一毫 哦 对了 忘了跟你说 妈 这一事 我绝对会与你重聚的 老陆 你知道挤火神域吗 臭小子 你猫大爷刚吃完灵果 正睡觉呢 你要干啥玩意儿 很重要的事情 老陆 挤火神域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 挤火神域 挤火神域 好像 好像什么 好像 好像 我还真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就是没听说过 这能怪你猫大爷吗 这能怪你猫大爷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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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晗 你去江家了 嗯 我刚把我妈从江家带出来 却被一个神秘人给劫了去 神秘人 许晗 这小子已经够变态的了 还有啥人居然比这小子还变态呢 我现在也猜不出那个人的身份 他让我用挤火神域去换人 怪不得这小子一回来就问我什么神域 起火神域 起火神域 我似乎在哪里听到过这名字 洛儿 你知道这东西 我想起来了 啊 洛儿 在哪儿 我听老师提起过 熔火神谷中有起火神域 熔火神谷 前世好像是华谷官方掌控的一处秘境 不过 进入熔火神谷 恐怕得要老师出面写封心寒才行 哼 我这就去找院长 要许晗这小子都吃了亏 那个神秘的家伙能傻眼儿呢 给 多谢院长 小子 虽然不知道你要这极火神域有什么用 但熔火神谷充斥危险 尤其是极火神域所在的核心区域 你路当心哪 哼 冯夷 你知道熔火神谷的具体位置 由你带他去吧 嗯 徐晗 就是这儿了 熔火神谷居然在这里 果然是官方藏着不少隐秘手段 我们过去吧 嗯 前方进帝 都是你们能进的 请回吧 这是通寒 嗯 请进 诺尔 诺尔 我们进去 嗯 这里就是熔火神谷 诺尔 诺尔 我们走 诺尔 我们走 这是官方控制的秘迹啊 怪我数量那么多 倒是费了一番功夫 按照老师描述 熔火和源头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找到了 在这里 这应该就是老师所说的熔火和源头了 这么说 激火神谷就在上面 果然在这里 是激火神谷 如此纯粹的火晶能量 不愧是蜕变完美的激火神谷 有了它 无心就有救了 不好 薛寒 人类 你敢打扰我休息 找死 我来此处为了神谷 无力与你争斗 简直是痴仙妄想 闪闯者 死 看来 是没法善良了 九日横空 这 战争开甲 薛寒 我来帮你 不用 洛儿 我来对付他 竟敢小瞧我 去 来得好 公公战斗 你不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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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上 那冒出来的家伙竟如此强大 溜了溜了 想跑 温顾我同意没有 把神域交出来 不交 我便抢取 我 我救 果然是好东西 表面看起来被火焰包裹 但却一点都不烫 也不灼伤人 烫真是有点意思 薛涵 东西到手 我们赶紧去救回伯母吧 嗯 这个补偿你 相信他对你的用处 绝不弱于这神域 再见 这 难道是传说中的紫荆神走 你要的急火神域 我给你带来了 你 东西拿来 想空手套白狼 他人哪 空间转移 果然好手段 人给你 东西拿 果然是急火神域 哈哈哈 妈 我们回家 虚晨 我给你个剑 回去之后 最好仔细地检查下他的身体 否则的话 不出几日 他必死无疑 这红色能量 应该是那神秘人留下的 至于黑色能量 看来就是神秘人提醒我 母亲体内的威胁 骑 骑 居然只逼出这么点 有古怪 散去吧 果然是被人吓 哼 你妈倒是挺年轻漂亮的呀 不过呢 跟你小子好像不咋像呢 你还真是小刀拉屁股 给爷开眼呢 做死都做到我妈身上了 小子冷静啊 不过开个玩笑而已啊 只 只是开玩笑啊 是吗 小子 找啊找啊 你老大爷找啊 许晗 听说不 许晗 你们做什么呢 诺 诺儿 你没做什么 好险 猫大爷 差点又成了猫油了 伯母怎么样了 还会迷着 不过已经没有大碍了 许晗 你的妈妈 也就是我的妈妈 以后 我 我会帮你一起照顾她 绝儿 猫油 猪不及防的狗粮 我们这样出来逛街 还是第一次 许晗 你妈妈醒过来 万一见不到你 没事儿 我已经拜托了陆五 让她照看一会儿 谁能想到我 本大爷居然当起了伯母 嗯 许晗 走 给你买衣服去 我看你都没怎么换过衣服 哎哎 等等啊 嗯 嗯 这件不错 你去试试 嗯 嗯 果然蛮帅气的 乐儿 我也送你一件 好看吗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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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那个女儿不错哎 哪儿啊 老大 女客 这身材这容貌 绝对的极皮啊 嘿 走 咱找妹妹聊聊天 站住 小妹妹 你可长得真漂亮啊 有没有兴趣 陪陪我大哥呀 不好意思 他没兴趣 小子 你敢带我的人 这只是小蠢大戒 若你们再不离开 休怪我下杀手 好小子 够嚣张 哎 这不是李雨吗 快来来来 他这是又在欺负人 来了来了 会是看着不像啊 没看到把那家伙倒在地上 李雨仗着他爹的身份 向来嚣张保护惯了 这次 看来遇到阴茬了 你 给你死 哼 自不可挡 既然你执意送死 那我便成全你 这玉佩倒是不错 该死的 你惹怒了我 把 打 小子 你不是嚣张吗 妹妹 跟我走吧 不然的话 我就杀了你的小情郎 我生气了 李雨 你仗着你天使京都最高行星官 为你太横心发道了 对啊 我太欺负人了 怎么 你想打抱不平 敢管大爷的事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他不敢得罪你 我敢 一而再 再而三 看来你是嚣张惯了 今天我就替你爹 好好地教育教育你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啊 续航 还是算了 我们离开这儿吧 小逞大戒便足够了 杀你 先脏了我的手 洛儿 我们走 嗯 这人是谁啊 居然轻松将李雨收拾得这么惨 那两人估计要倒霉了 儿子 怎么了 爸 爸 帮我查两个人 我要杀了他们 哼 想不到你居然真的被带出了乡家 可惜 这又有什么用呢 只会让我更容易得手 听奉魔主之命 听奉魔主之命 与你手机一用 死吧 什么 真当你猫大爷没在那儿呢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傻小子 真以为猫大爷是吃素的呢 有点意思啊 还跟我玩阴的 饱了饱了 可恶 居然失手了 罢了 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来都来了 就留下吧 糟了 该死的 他们怎么突然回来了 一不做二不休 屁 哼 哼 雕虫小技 好小子 原来在这儿等我呢 哼 好机会 别 这是什么 徐晗 哈哈哈 魔术大人赐我的神通 果然好用 哈哈哈哈 好 确实很好用 只不过你太蠢了 嘿 有些不对劲 虚晗 虚晗 最咬我死了 嘘 怎么回事 现在的人类 居然那么厉害了 原来在这儿 被发现了 看来 你只会变青蛙去欲着 啊 既然没死的话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就会留你一年 否则 我定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呵呵呵 你到底谁才是魔呀 哼 说 是谁指示你的 身为魔主大人的第一魔将 自然不会背叛魔主大人 魔主 又是他们 告诉我 他的名字 我 我忠于亚大人 是不会告诉你的 呀 我好像听老师说起过这个名字 好像是什么混沌魔主的名字 糟了 竟然不知不觉说出来了 出 很好 我已在你体内布下了禁止 只要胆敢背叛我 你会比刚才受到的痛苦强上一万倍 真毒啊 到底谁才是魔 说 为什么要杀我母亲 我 我不知道 魔主大人只是让我想办法杀掉她 我本想去江家 可却听到她被你带了出来 所以魔主就让我 混沌魔主 她为什么要杀我母亲 之前母亲体内的禁止 是否也和她有关呢 你口中的魔主药 她现在在哪儿 魔主大人她 她目前还在暗夜之城 不过 她会亲自前往昆仑序一趟 解开封印 让灵气进一步复苏 很好 为我做事 我不会亏待你的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成为暗夜城的主人 你 当真 暗夜城唯一的主人 我 我也能够有那一天 哼 我为何会骗一个将死的魔 我巴尔愿从此效忠于您 嗯 过来 过来 你先这样 再这样 接下来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嗯 小子 你可自欠了我一份人情 老陆 谢了 薛涵 快来 伯母他 好像 要醒了 你 你是 我这是在哪里 妈 我是徐寒呢 被你和爸留在南岛市的徐寒 徐寒 妈 徐寒 徐寒 妈 徐寒 你是寒儿 你 妈 是我 你 妈 是我 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妈没能照顾好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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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 你是怎么过的 我过得很好 妈 你听我跟你说 妈 对不起你 啊 啊 啊 没事 妈 以后咱们永远不会分开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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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妈 我爸呢 他 在哪里 妈也不知道 自从那天他浴血杀出江家后 妈就没再见过你爸了 这 杀出江家 啊 那一日 我不会让自己的女儿 嫁给凶狠世纪的域外一族 啊 我不会同意你们的婚事 我知道她的为人 我非她不嫁 那你就不是江家的人 我们走 小心 没想到传说中的域外一族 会来到这里 看你貌似身体有问题 若能相助我魔族 帮我们寻到灵气复苏的封印 我们可以全力助你解决问题 甚至帮你恢复修为 痴心妄想 你对杰儿做了什么 我只是在他体内留了点东西而已 你少死 凭你现在这状态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给你时间 好好考虑清楚 希望他们能有一点苦受血脉之情 好 爸爸 爸爸 他也不是我江家的人 要我救他 除非你们断绝关系 并且 你要自裁 好 不要 不要 不知羞耻 实在是恶心 混蛋 你皇无一生父 你把杀出江家后 我就被困在了江家之中 若非几个兄弟求情 暗中相助 也许我也活不到现在 江家 还有那个黑影人 妈 你知道那个黑影人是谁吗 似乎 就什么 亚 亚 难道是 看来很有可能就是他了 暗议成十二魔主之一的混沌魔主 呀 寒儿 这位是 伯母 我 我是徐寒的 妈 这是洛儿 我的女朋友 羞 羞死人了 好 罗儿啊 谢谢你替我照顾寒儿 伯母 这 这是我应该的 其实 很多时候 都是徐寒在照顾我 老虎 我一的娃子 算得见到家早来 来 来了 呀 你敢打我妈的主意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第二层封印 该解封了 谁 哼 你不配知道 哼 愚蠢的人类 你敢偷袭我 哼 偷袭 我是猎杀 诸仙四剑 上 哼 哼哼 人类 我可不是污秽那个废物 领域 天地圈 天地之力 不好 想走 太晚了 哼 你和污秽那个废物 也没什么区别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杀污秽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么强 就算得到天地传承 也不可能有如此威能 你究竟是什么来历 死到临头 还关心我什么来历 愚蠢的蝼蚁 就让你看看 我与污秽究竟有何区别 空间横断 紫园成虚 混沌颜覆 空间淹灭 富归混沌盟 这就是你的底盘 无奈魔神 就算空间覆灭 必当无灭 可你这蝼蚁血肉之躯 必死无疑 一口一个蝼蚁 看来 你还没有认清现实 什么 这里就是最原始的鸿蒙空间 哈哈哈哈 在这鸿蒙空间内 任凭你有天大的神通造化 也必死无疑 不好 哼 终于摆脱这个绊脚石了 接下来 是时候去解开工硬了 蛤 区区空间妄想足我 你也太狂妄了 不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脱离我的鸿蒙空间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哼 水晶枪 水晶枪是打不破的 小子 你能耐我活啊 是吗 炸鸡魔主 这小子 要干什么 解数吧 什么 不 不愧是魔主 死了也能残留灵石碎片 哼 这个人 你可认识 你 你是他什么人 他是我的母亲 哈哈哈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难怪你这么强 你身上流淌着那个人的血脉 为何要对我母亲下手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哼 知情妄想 小子 我也不妨告诉你 魔主之中 我也紧紧还在倒数 以后 会有人来替我报仇的 哈哈哈哈 这混沌魔主说得不错 虽然我杀他绰绰有余 可真正面对最强的解冰魔主 此刻却还有些吃力 看来进一步提升修为 要抓紧了 好 妈 我来吧 您刚刚恢复 需要多休息 好了 还是让妈来吧 给自己的儿子做饭哪 妈妈期待这一天很久了 嗯 老大 你在吗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给大家正式介绍下 这是我妈 姜杰 你们好啊 伯母好 我叫梁侃侃 我是您儿子的小弟 您叫我侃侃就好了 您有什么事 或者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找我 我随叫随到 打住我 别把我妈吓了 这家伙果然是个一六的马屁精 自称第二 就没人敢称第一 伯母 您好 我叫龙奥天 是学汉的朋友 你好啊 很高兴寒儿有你们这些好朋友 果然似你小子死相 对了 你们找我是有什么事 老大 听说你去江家大闹了一场 刚我们看到江月色 带着江天一 和一个凶巴巴的老头 进了学院 朝院长那里去了 所以我们特意来告诉你 保不定江家 会搞出什么卑鄙手段 薛涵 还是要留心血 那个人 该不会是他 那么多年过去了 他果然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吗 妈 你说的是 放心吧 一切由我 你好好在家休养 我去一趟院长那里 马上就回来 老大 我们陪你一起去 好 江农 我还没找你 你倒是主动找上门来了 洛儿 薛涵 江家 嗯 我知道江家来学院去找院长了 放心 我们去会会他 看来传闻是真的 薛涵学长的确让江家 很口灰头土脸了一番 有好戏看了 先前进去的那江家老头很可怕 薛涵学长不会有事吧 老大 你和嫂子进去吧 我和龙傲天在外面等你们 有任何事 随时叫我们 嗯 嗯 院长 我来了 你就是徐涵 大闹我江家 还带走江洁的徐涵 正是在下 哦 我正找你呢 你倒是自己过来了 哦 慢着 老生家 这里好歹是我清北学院 不是你江家 你若敢在这里乱来 别怪我不客气 院长 这是我和江家的恩怨 就让我们自己解决 唉 既然你自己这么说 好吧 多谢院长 江家 我告诉你 在我面前 是龙你得盘着 是虎你得握着 喂 你小子 这话给老夫收回去 好 好 好 够狂妄 老夫待会儿便将你原地霸皮抽筋 然后再将江洁那个背叛家门 不知好歹的孽障带走 完了完了 这两事彻底告上了 聂障 你算个什么东西 当日你留不住我父亲 今日 你也打不败我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华老头 借你家不朽天穷一用 老生家 你 发生了什么事 不见了 薛涵 你要多加小心啊 江农这老东西 有点儿办事 这小子 果然有几分门斗 小儿受死 mint 天利拳 好 神龙盾 满短几年 居然让你成长到这一步 当年实在应该斩草充耕 这是什么声音 什么 不妙 这小子 岂敢打我神龙盾的主意 我江家抵运 岂是你黄老小儿能揣夺的 是吗 那你让我瞧瞧啊 神龙盾 解 还以为你江家抵运多强呢 结果 也不过如此吗 盖斯 这小子手中的战俘 恐怕是高级珍宝 没办法了 猪草斩天地 日月星辰赴 这是 破碎虚妄 一切现兴 神龙藏魂 神龙是还未死吗 江家 果然不简单 有些意思 准备 火 颜 sint 指 사� 上 沈农齿 怎 怎么会 那孽出的血脉 当真是恐怖 老夫还是轻敌了 妈 我终于替你出了一口恶气 续寒 你一定要没事 嫂子 你放心 老大肯定不会输给那脏老头子 小子 处以你的言行 怎么 不服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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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不与你这晚辈一般见识 嗯 结束了 来了 父亲的化身 这小子居然赢了 看来我的确没看错人 他是个值得托付的存在 对 父亲 你没事吧 轻敌了 续寒 我就说 老大是无敌的 怎么可能输给那脏老徒子呢 小子 你再一次给了我惊喜 续寒 嗯 你 赢了 我们 走 续兄 你今日剩的只是爷爷的一道分身 江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先走一步 照顾好二姑 一道分身吗 难怪这么弱 老大老大 快给我们讲讲 你是怎么报答那脏老头的 此事回头再说 你们先回去 我还有点事 要和院长聊聊 你说神农还在世 嗯 我不会看错 江农体内的那一条残魂 应该就是神农残魂 嗯 江家的水 那里果然很深 如果炎帝神农 还可能以某种特殊的生命行事在世 那么 在姬家 皇帝是不是也一样呢 呃 院长 我总觉得你笑的 有些不回好意 咳咳咳 行了 行了 你小子可以滚了 你天天的 净是给我找麻烦 哈哈 院长再见 妈 韩儿 你没受伤吧 妈 放心 我没事 对了 刚才有人送来一封信 信 徐晗 非常感谢你上次的帮助 明天有游轮派对 特地邀请你和你的朋友们来玩 不来就是不给面子哦 好气派啊 不愧是孟科尔 开个派对都这么豪气 是 徐晗 徐晗 这里 这里 徐晗 洛伊 你们来了 嗯 闲着没事儿 偶尔出来玩玩也不错 你们先上游轮吧 你们先上游轮吧 我待会儿就到 晓云在上面招呼呢 嗯 徐晗 你们来了 食物和酒水都有 不要客气 尽管随医 好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晓云姐 这边有人找 哦 来了 不愧是大明星 人员可真好 除开科尔明星的身份 孟家也不俗 在商界影响力很大 既然科尔办派对 与孟家交好的名流 自然都会来捧场 好 感谢大家来参加派对 祝大家玩得开心 吃好 尊好 好 老敷信 给他们看一下 然后 naos 为止 赢 羽霅 杀那家货 居然被杀了 四大母主连妹降临 还是头一次 死魂谁起 生弒 折断花开 风阴散 勇气 复苏吧 复苏吧 到时候 我的魔神将主宰所有 牧主大人 成功了 河道花风一开 海上秘境即将开启 前世听闻 宁气复苏中期 有人在海上进入秘境 现在看来 就是这魔族人 魔族人 你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别装了 我乃安逸之主手下第三魔将夜斗 魔主大人交代低调形势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我便杀掉整船的人 我来 是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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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就凭你 不好 这家伙似乎很强 满叶无证 白鬼也行 你们保护其他人 此魔交给我应付 好 明白 老大 诸贤四剑 去 你怎么 结束了 这力量 区区猿鹰巅峰而已 就敢说屠戮所有人 蠢货 该死 叶斗这个宠物 魔主大人的吩咐 这家伙全忘了 你也逃不了 你 你说什么 我 我又不是怪物 哼 想走 徐 徐 徐寒 还 还有藏匿的怪物吗 放心 没了 那就好 那就好 谁人谁呀 那么强大的怪物 居然轻松解决了 听说是科尔小姐 清本学院的朋友 你没看到 秦洛伊 也跟他在一起吗 那么年轻 前途不可限量啊 麻烦朝着前方 继续行驶 这附近海域 有一处秘境 好 徐寒 我们要去哪里 这海上的一处秘境 里面有好东西 你们看 那是什么 那是 秘境吗 不错 这便是秘境 之前 那魔毒隐藏于船上 便是要等着秘境出现 现在 秘境是我们的了 我们走 这里好美 这里倒是不怎么大 洛尔 看看 澳天 跟我来 好大的一颗梧桐 这可不是普通的梧桐 而是一颗凤凰墓 老大 这么说 这里有真实存在的凤凰 我们进前看看 根据前世纪 这秘境之中 应该并没有还活着的凤凰 以各种灵物宝粹编织潮雪 也算奢侈了 不知道 有没有小凤凰 哎 掏凤凰蛋 我喜欢 小时候我最喜欢掏鸟蛋了 梁看看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爱好 嘿嘿嘿 凤血草 烈火金莲 紫玉仙兰 千年何首屋 好东西果然不少 这是凤凰蛋吗 哇 续寒 他死了吗 生命波动微弱 已经救不回来了 这是 这凤凰蛋 居然与洛尔 有了血脉呼应 难道 洛尔身怀黄血 果然 我热 洛尔 父皇精脆 正在与你身体融合 千万要挺住 熬过来就好 嫂子加油 相信你可以的 嗯 成了 拥有黄血 洛尔对火的掌控与适应 绝不亚于任何人 不愧是嫂子 不愧是嫂子 我就知道嫂子必然会成功 啊 洛尔 感觉怎么样 浑身都觉得特别舒服 修为也有了不小的精进 从猎神后期突破到了原因 这才是开始 以你的天赋 觉醒凤凰旭脉后 会越来越强 先是先祖修炼之法 现在又身怀黄血 这一世的洛尔 与前世天差地别 这一切的背后 究竟有怎样的阴谋呢 罢了 这一世 我定会获达周全 啊 老大和嫂子都脱不到原因了 可我还在练神中期 所以还不努力 既然洛尔吸收凤凰精粹 蜕变成功 那就把这里的东西收拾掉 我们继续深入探索 嗯 奇怪 明明外面还是白天 这里却成了黑夜 依据前世那些人的说法 看了已经到达目的地 嗯 难道前方是宇宙星空吗 有些不简单 老大 这么大一块发光的云铁 我们要不要把它搬走 这绝对是个好东西啊 不说锻造兵器防具 就是纯卖出去 也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啊 想看看 这么大一块 你拿得走吗 看看 回来 小心 小心 混元兽 老大 你知道它 传说是元气为一分混沌为一 元气之始出现的怪物 没想到这里竟然有一头 你们退远 这家伙有地先初期的实力 人类 让我成年 就凭你 诺儿 小心 这凤凤凤之力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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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伙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呀 这凤凰之力 对混元兽 有极强的压制作用 洛儿 混元兽 害怕你身上的凤凰火 趁他病 要他命 用全力 一击斩杀它 什么 啊 老人 这 不打算 好 在那里 我不甘心